36年前,台湾电影《搭错车》红遍两岸,一曲《酒干堂麦舞》感动亿万大陆民众。 该电影也是第一部引入大陆的由台湾导演指导的电影,开创两岸影视交流先河。 近日,《搭错车》导演于堪平在新北市家中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,讲述影片背后的故事。 现代的音乐歌舞片其实没人拍过,那在制作上面来讲,变成就是说,你不但剧本要完成,你的词曲通通都必须要完成,不然你不能拍,对不对,它要对嘴啊,对不对,现场要对嘴啊。 词曲那个就已经搞了将近一年的那个时间,因为我找的这些作曲作词的人,他们要必须了解我的剧本, 他的那个词曲才能够符合我故事的需求嘛。 《搭错车》讲述了大陆老兵雅书收养细英的故事,该故事在两岸多次被搬上迎评或戏剧舞台, 并在1983年获金马奖11项提名,在台湾五个月内供应了八次,于1984年在厦门、泉州等地联营三个多月。 指派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故事,是于堪平的创作原则。 搭错车最火的时候,各种投资邀约纷至踏来,于堪平则背起背包环游世界,逃离这个名利场。 拍完搭错车的时候,我就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,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,我就环游世界一周。 到了台湾之后,还很怕,就是有很多人会找你拍戏嘛。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阶段,所以我就离开了台北。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,我电影一拍完了,我就离开这个圈子。 我就去做我的那个田野调查,然后就变成我电影的那个素材。 总是能捕捉到僵热未热的话题,多以大陆老兵为背景,是于堪平电影的两大特点。 作为大陆老兵二代,1950年出生的他,童年时期生活在台北新殿西旁的维建区,这是大陆老兵,少数民族等边缘人群的聚集地。 边缘人的重要话题,构成了于堪平的创作底色。 我从小就是跟社会的中下阶层一起生活的,所以你其实看我的那个电影,不管是搭错车,台北神话,镊子,海峡,两岸,两个游七将,这些片子讲的全部都是, 我们台湾社会的弱势的,弱势者都是中下的这个社会阶层,也就是大部分都是社会的边缘人,那么也希望这些电影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。 自1990年起,于堪平将经历投入纪录片的拍摄,其拍摄的午宴曾参展休斯敦国际电影节。 于堪平认为,由于不可加工创作,纪录片比电影更能体现社会历史原貌,更有价值。 虽然纪录片是小众文化,但它会一直拍下去。